来,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小果冻 487双牌,遇到的是零下的邦邦 这套阵容邦邦带传送 找囚徒找先知 我觉得找囚徒吧 487这个先知 这里是蜂拥而至 前期的一个刷点不是很好 应该丢炸弹片片道具 但是这个东西万一人家真的吃了一下伤害 你的淬火没了,也挺尴尬的 这边是觉得好像有人躲在这里面过来找一手 没找到,这边淬火亮了,应该是要传了 传了的话这边,487吧,不为所动,来抓我 我,囚徒这边跑点 传,诶,猪,漂亮 哎呀,这前编太过分了 地道虫 知道你要传是吧,想传送 怪不得487不为所动 原来还有这么一手 封割断传送 丢个炸弹,第二颗能补上吗 补,炸到了,漂亮 但抓着前锋 不好搞啊,为什么呢 就是前锋如果真的倒了 你可能这边最后下炸弹 你追,有机会能带走前锋 但前锋这边他有球,他能2-6 而且留的球很多 好,这边有球 好了,这边487 487 来,记得给他487 零下的话 上个赛技术我记得是 结算的时候好像是S2的棒棒 炸一下 鸟 强行翻 鸟没破掉 哎,这波鸟没破掉 这波鸟没破 前锋这边会不会再来想办法 因为这边有遥控雷了 所以前锋可能也不太敢了 丢遥控雷 然后这边直接是拉球赌 还是想抓前锋吗 还是想抓前锋 因为先知这边受的伤害 他需要打一刀 这一刀 他觉得比较难抓 那这边过来找前锋 前锋的还有好多球啊 还是想将近一半的球 外面球图这边 远程 补掉一台 差两台 两台机子 一台先知修 一台那个球图修 这样的话我觉得得传送啊 他防守的话 打一个双倒都不太够 他这边防守的话 只能打一波 就是傭兵救不下来 要打一个震慑的 前锋这边拉球 遥控雷 补想打一个双倒 再补一颗炸弹 爆漂亮 传送 这边只能传送 他这边不管是遗产机 这个局 击倒前锋也没有用 击倒前锋 你挂上以后外面一台机修完 另外一个人来救了就可以了 因为球图这边是连着线的 所以说另外一个人来补 就修不完的话 这球图这个线还能补的 这里强行翻了强行翻了 炸一下10秒钟遥控雷 带走的话这边挂上球图 他还得往中间转 他还得往那个红毯这边转 挂还是得挂 挂完以后我们看先这边的机子差了70% 挂中间找先知慢慢盘 前锋这边被通击到 现在主要手上面没有上挂飞的人 这边留先知的话我觉得穷手外面可以重新起一台机子 前锋可以外面再修一台 前锋可以外面再修一台 劲动给他487 487 又是他 这边秒他 央后来好的 这样的话压住一台遗产 外面的话要重新修一台 看这边球图怎么修 我们看机子的一个分布 这边的话是墓地一台 然后还有一台是在小推 修墓地 通缉到的是前锋 这边的话你还别说 也就前锋能救人了 其他人状态都不太好 线先断了 没有搏命 这个人救下来也带不走 但是囚徒佣兵现在是 合修一台 这机子还是快啊 过半了以后你这边传送 那边捞下来 两个人抢 机子好像还是够 他这边得顶出去打前锋了 他这边得顶出去打前锋了 遥控雷 小果冻这边贴着你这颗遥控雷 过半了 守着吧 只能守 守了以后呢秒掉 这边就要机子压好了 就要先知先知这边秒了以后 挂飞挂飞了以后传送 还是有机会的 前锋撞 我去炸一下 解晕第二颗炸弹 好的 一刀前锋先知 那他可能要先挂前锋了 挂完前锋以后因为有一手通级 挂完前锋以后有一手通级 他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人的一个位置 然后去追脸上的先知 这一波这个防守还是做到了 就是他因为下来以后就下来以后 直接是吃炸弹的嘛 这边前锋是二挂 他想挂飞前锋以后 佣兵这边是连跳护臂 赶过来 捞 哎没想到这佣兵会来捞人 邦邦应该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话 囚徒这边门是点开了 难说啊 这一场 这边挂上 以后还是会有一手的 能够通级 但是又是囚徒 这边只能传了 传了以后先知应该是进门了吧 先知这边进门了 然后佣兵那边的话跳地窖 对我快走 嗯 当时如果击倒前锋挂上以后 追先知会不会好一点呢 因为我们当时上帝思想看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足迹嘛 但这波佣兵跳护不跳护臂过来 偷人是偷的真的帅 这波偷人偷的太帅了 好 好 好